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好 各位师长各位来宾大家好 欢迎大家今天来参与 线上的经验教育部推动教育程式设计教学计划的一个教学经验分享会 那最近因为疫情有关系 所以我们就是是从线上来举办 那也是第一次计划是从线上来举办相关的活动 所以我们大概也有一点实验性质 那我们目前经过测试各种软体之后 其实发现大概team平均来讲 效果是比较可以接受 所以我们后来是选用team 虽然它的操作可能稍微没有那么直觉 那我们现在在进行的同时 其实助理会看讯息 那如果各位师长或贵宾 如果说你们在系统上有听不到声音 或者是有些系统上问题 其实可以随时在那个讯息上反映 那助理会为大家来处理 那我们就直接开始 因为时间已经到 大概在早上的第一段时间 大概会有我 我是政大资科系廖俊峰 那目前也是政大资论内容学成的主任 那刚好也是为了分享的 这个计划的为了分享的召集人 那早上的第一场 大家就由我先简单介绍一下计划和分享 然后简单介绍一下过去我们在这个非资讯科系的程式设计教育经验的一些过去的一些经验 然后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第二阶段我们会请政大资科系的江岳慧老师 他过去在政大开通试课已经一年了 那也教过非常多非资讯系的学生程式设计 那他他获得学生很好评价 所以我们特别邀请他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他的相关经验 那我们就直接开始 这个分享其实是所谓的网页分享 是web分享 他其实最主要就是我们对于要入门程式设计的学生 我们选用web的前端技术来作为他们程式入门的第一个语言 那如果有老师选择他的话 大概比较多的原因是因为他对网络世代的原因是比较有亲和力 而且呢其实他可以开发出来的东西马上可以在浏览器用 其实是相对来讲是比较亲切的 那在技术上来讲他有一些优势 就是包含现在HTML5其实非常完整 而且他是以JavaScript为原生语言 所以其实我们为了分享 其实主要就是以JavaScript来作为第一个学习的程式语言 那另外呢就是其实JavaScript他学会了之后 那目前其实已经可以成为学习其他相关技术一个重要的机制 怎么讲呢 就是其实现在JavaScript的生态系统非常健全 就我们在学习基础之后 其实后续如果再学习后台 然后也可以学习资料库 或者甚至于学习web API之后呢 其实就可以开始进入各个应用领域 包括我们可以写游戏 然后做传统的电子商务网站 那甚至于也可以做物联网跟机器人 然后Tobweb 3的API其实可以做区块链 Electron可以做原生的手机APP 那甚至于呢也可以做一些艺术类 或者做游戏之类的 互动展演科技艺术等等 所以其实学会JavaScript之后 他的可塑性其实很高的 同学可以往很多领域去发展 那如果是就语言的普及度来讲 其实过去这一二十年来 JavaScript大概都蛮稳定 也是保留在前十年 他也没有像某些语言是有大起大落的情况 所以在投报率来讲也是应该还不错 那如果是比较资深的老师 可能有些会觉得说JavaScript 他是一个比较没有那么优雅 或是没有那么好的语言 那事实上这大概是我们在2005年之前的印象 那06之后呢 那因为一些重要技术提出 其实JavaScript在目前为止已经脱胎换骨 尤其是过去这五年 随着ES5和ES6 这是两个规格 两个新的规格出来之后 其实他很多语言上的问题 慢慢的都有在改善 那再加上他的生态系统越来越普及 所以现在他其实相对于其他语言来讲 应该也算是一个还不错的一个程式语言 那当然就是我们讲了那么多JavaScript好处 他其实也有一些问题 会这不只在技术上 其实也会造成我们在教学上的一些困扰 最主要就是他其实并不是一个非常严谨的语言 那在这个网址如果未来老师有兴趣 我们投影片会附给大家 可以去看一下这个影片 那这个影片里面其实就是讲了很多 一个程式语言设计不严谨 情况下会产生的一些矛盾的情况 那也就是说这个语言 它其实在很短的时间就被开发出来 而且他预期并不是做像现在一样做那么多用途 那所以他没有那么完善 那这样会造成一些挑战 我们主要是可以分三个来讲 第一个是背景知识 然后第二个是 OK 第一个是背景知识 第二个是他的周期变动很快 第三个是语言特性 那背景知识就是说我们学习JavaScript之外 其实一开始还是要懂一些为我们基础知识 那这个会是教学上的一个门槛 那第二个就是他变很快 那这个导致说我们经常需要更新 教材经常需要更新 不过这个在最近应该会慢慢好一点 第三个就是语言本身并不是那么容易深入 他一开始很容易入门 但是我们所谓的异学难经 那包括哪些部分呢 包括他本身的一些问题 如果不小心的话可能会 例如说我们JavaScript里面的等号 跟三个等号 他的语意就不一样 那这样如果有些同学 他先学过别的城市语言再过来 可能就会有些误解 那另外就是他兼具有物件导向 以及韩式导向的特性 那但是他的物件导向又不是纯粹的 传统的类别导向 所以这个我们如果在教的时候 没有小心的去触及这一块的话 或者说没有跟同学说明清楚 在写出一些大的应用程式会遇到一些难解的问题 那最后一个也是大家最困扰 就是说我们要做出任何一个有用的程式 免不了一定要做Io 那只要一涉及到Io 就一定会涉及到JavaScript最 初学者最大人门坎就是非同步 就是callback 那这个在我们的教学经验 其实很多对很多同学来讲 这都是第一个让他们很难理解 所以这个部分 如果我们要以这个为入门语言 其实针对这几个面向 非常要特别的去小心的去去看待它 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个人在教学过程中 遇到一个同学常遭遇的问题 就是他们不晓得在什么地方出错 大家都知道我们现在JavaScript是一个全端 所以伺服端跟client端都可以写 那但是伺服端要在浏览器debug 就是浏览器看它的console 伺服端就必须在note.js 在console端也许在开发工具那一段看 那我们就常看到很多同学是写client的程式码 但是他在ID上面要去debug 就是他搞不清楚程式码在哪里跑 这是一个因为它已经变全端 反而造成了一个困扰 那这也是教学上面临一个挑战 那为了协助各位 如果是选用它作为程式设计教学 一个语言的老师 那我们这团队的目标就是希望能提供老师们 这部分的资源 那包括就是我们希望能拟定一些参考的教材 或者是Lab给老师去用 那长期来讲我们是希望能够经营社群 然后看看大家怎么样教比较好彼此分享交流 那所以我们其实团队最早期的工作呢 其实就是去开发像这一页有显示 就是开发一系列的基本教材 那我必须先声明的就是说 我们相信绝对没有一份教材可以被每个老师 就很习惯的去用 每个老师拿到教材一定都会客制化 然后让自己让它适合自己的课程 所以我们提供的就是一个比较像RAWDATA 我们就一个一个模组 让老师拆开去选用 所以就有些老师如果觉得 比如说可能就只选用其中两个 其他就用自己的教材 这样也是可以的 所以我们每个在设计上 就是希望他是尽量独立的 所以我们的核心价值 就是希望大家可以自由拿去改 然后自由的去散步 那我们希望我们的教材并不是一个标准 我们不会去想说要开发一个最好的教材 但希望他可以作为一个起步 那就可以减轻老师在这方面的负担 那以下我就简介一下这个团队的成员 虽然我们计划已经快到尾声 不过我们简介一下 那我是廖俊峰 那我们还有源自电机系的曾老师 然后还有云科大的黄敦阳老师 他也是我们的团队成员 那他们两位也都在我们计划推动上 就是付出了很多心力 那我们在推动这个计划的过程中 我们最主要是研发一个 可以让老师作为起步的教材 那我们在设计上有做了一些考量 就经过我们前期的一些设备 第一个是我们希望他能够模组化 那让老师能够非常容易的去使用 那第二个呢 我们是希望 其实我们在后面会讲到 就是我们去教资讯系 以及非资讯系的同学成员设计 最大的差别是在哪里呢 那根据我们的经验 其实我们后来发现 其实就学习成就来讲 不一定会有很大差别 但是呢 他们最大差别通常是在于 他们的学习动机 是学习动机 就是说要告诉他们 要花比较多时间跟他们沟通 然后告诉他们 为什么要学 让他们自己想学 那当他们自己有动力之后 其实他们在学习上 表现出来的学习成就 其实通常是比较好的 那和他本来是不是资讯系 根据我们经验 就没有那么大的关系 好 那所以呢 我们在每个教材最前面 我们会希望放进一些东西 告诉他为什么我要教这个 例如说我们在教阵列的时候 我们传统在资讯系 我们就直接告诉学人说 好我们现在来学阵列 但是我们在这份教材里面 我们会希望告诉学人说 你为什么要什么时候 然后为什么要用阵列 例如说 你当有一群资料 要用类似的逻辑来处理的时候 那这些资料你就放在一起 我们就说 他就是一个collection 那我们就说 他是一个阵列 其实会用比较动机导向的方式 来切入教材 那另外就是我们尝试在教学过程中 有一些经常学生会混淆的地方 那当然就例如像刚刚那个callback 然后或者是一些物件 韩式 例如说把韩式当作资料一般的对待 去当参数船 这个东西是同学一开始就会搞不清楚 那我们在这个时候呢 就会尽可能的去把这段点标出来 然后我们其实计划有准备一些教学影片和动画 让同学课后可以去复习 或是让老师去教学的时候可以使用 那这一页大概有显示出一些我们所提供的一些教材 那基本上 我们刚刚讲说我们学JavaScript要有一些基础 所以我们也有提供一些基本性的教材 就是做一些前端的基础 那针对语言本身呢 我们就大概有四个模组 是比较针对JavaScript本身的核心的一些语言元素 那另外呢我们也针对进阶的网页程式设计 就是前端 我们也有提供一个DOM的模组 那在第二年其实我们除了上面的模组 我们第二年其实也开发三个进阶模组 这个最主要就是要让各位师长能够把它拿去当作你们的 就是也许可以客制化之后可以当作一个终端的一个小专案 让同学去实作出一个可以用的小东西 然后增加成就感 那我们目前是提供数位艺术 那这个数位艺术 然后游戏开发及资料视觉化 那这个我们大概是针对不同的科系特性去开发 那我们在里面也隐藏了一些额外的知识 例如说我们在数位艺术 我们就带入了SakiIO的概念 就分散式的概念 然后在资料视觉化我们就比较强调事件通知 在游戏开发我们会强调一些游戏特有的元素 例如说Sprite 或者是一些碰撞侦测等等的一些图形的东西 那这个我们教材都已经是就是在那个OpenEDU上面都已经开放 那我们也提供了很多一系列的Lab 我们基本上每个模组大概都五到六个Lab 可以让老师选用 那我们从一颗星到三颗星也都有标示出难易度 那另外就是我们也提供了一个在教学现场可以用的互动平台 因为我们过去的一个经验就是同学会希望我们 就是上课马上能够练习程式码 那但是呢 老师就是同学如果一直跟着老师打 有时候会来不及 所以我们希望能有比较有效的方式能够让老师把程式码马上分享给同学 所以我们这个是我们是改那个CodePen 这个OpenSource的软体 让他能够透过中间那个Saki Idol的一个Broker 然后能够让他马上广播到所有学生的界面 那所以老师打什么学生那边就会看到什么 那另外这个其实本身它的功能也是有所是即所得的功能 我们分成四个Pen 那如果在这边输入之后呢 就可以在Console 在Console以及这个Output的地方看出它的结果 进去的师长是欢迎可以去下载来试用 那我们这边是看到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Lab的大概的样子 我们大概就是都有用图文并茂方式 然后也提供老师答案 让同学做一个练习 那另外我们在比较进阶的部分 我们大概有提供一些场景的包装的动作 所以就让同学做起来比较不会那么无聊 那这个是有跟我们刚提到的一个科技艺术的专题 我们大概就是可以让很多人同时线上去作画 共同完成一个创作 这个说穿了就是在应用Saki IO 那这个是游戏的专题 那这个是只要视觉化 像这个按了这个扇形图之后 它就可以进到这边 进到长条图 有点像Master Slab 那这个是让同学练习这个事件触发的控制 好 那接下来我们大概就进到第二部分 就是分享一下我们在过去这两年来 我们在对于非本科系程式教学上面 推动了一些经验 然后以及一些简单的分享 那大体上我们搜集到问题可以分三大类 就是很多同学都会觉得 或老师也是就质疑说为什么要教 那我们产业也不需要 大家都是资讯工程师 那就算要教我们要教什么 要教到什么程度 然后要怎么教 它才可以到这个程度 那这个其实大家问的问题 其实都蛮类似 那以要教什么的话 我们是认为说 至少呢就是 如果以六个学习的等级来讲 我们是希望至少能够带同学到应用 因为到应用这个层级 同学比较会有成就感 那什么是应用呢 下面应该有 我把那个 再投出去一下 这样我看到了 好 应用的部分呢 它的比较formal定义是说 牵涉到使用程序步骤来执行作业或解决问题 但是它不会超出学习的范畴 也就是说 它还不需要到举一反三 但是它可以利用我们教它的东西来做一个创作就可以了 这个是应用 所以我们是希望建议老师们可以至少到这个部分 那就算是教比较入门的Scratch或App Inventor 其实它也是至少可以到应用的部分 OK 那至于其他有学习动机的部分 还有一些怎么样说服学生 这个是大家比较伤脑筋 所以我们会花比较多时间 今天会花比较多时间在这个部分 那我们在跟同学 所以我们在开始上神社议之前 我个人是觉得蛮值得投入一些时间跟同学沟通 为什么要学这个 然后学之后他们可能可以做什么 那事实上如果大家留心日常生活的事物 其实就可以发现慢慢的 神社设计已经慢慢深入我们的日常生活 那包括像现在 其实大家如果仔细留意的话 可以发现无论是电视或是手机 或者是车子 我们开的车子 其实它本质上越来越像 都是一个general的电脑放在里面 只是软体不一样 像现在的车子里面 其实也说出来是放一台手机 然后还可以有4G可以上网 那这样子代表说未来其实很多东西 无论是哪个行业 其实都是以资讯的科技为核心 那一定要写软体 才能够切到那个行业 比如说就算是要做气修科的一个技师 他未来也是可能要懂一点城市的东西 不然可能没有办法修车子 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可以切入的点 那甚至于这个Mark Anderson 他其实已经在claim说这个未来每一家公司本质上都是软体公司 那事实上如果我们去观察一下现在的一些新创的公司 也可以发现大部分其实也都是从比较软体的服务去起家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现实 那第二个就是说可以跟同学沟通 学习城市设计之后 如果他不做城市设计 那他可以得到什么好处 那根据我们的规纳大概可以有三点可以分享 第一个就是可以锻炼他解决问题的能力 这跟学数学跟学逻辑其实是类似 因为 其实使用城市语言大概只有20%是在写城市 80%是在debug 那debug过程中其实就是一个尝试解决问题的方法 那包括找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解决问题等等 那另外就是我们在学习各种不同的城市语言 其实也是在从另外一方面讲 其实也是在学习各种思维的方式 那包括我们传统的结构编程 其实是在练习很严谨的去分析问题 把问题一个一个解决 然后再把它合起来 那如果是在做物件导向 其实我们是在练习做domain model 其实就是在做知识萃取 还有组织 那如果是在做函数导向编程的话 那其实我们是在练习动析事物运作的本质 比如说我们会用一些higher order function 那这个本质上就是 在用一些比较抽象的方式去处理事情 那这些东西无论是做实作上来讲 或者对未来就业其实都是非常有帮助 那我后面会有一些数据 那给各位师长做参考 但是其实我先讲一下他的背景 其实我们统计的背景是在政大数位内容学程 他基本上是一个跨领域的学程 那他最主要目标其实说穿了也是 我们要把知识科技带给政大的一些非本科系的同学 我们都知道政大其实是以人文社会科系为主 那政大其实之前投入很多资源在这个方面 那尤其是我们大学部是以双主修方式 是他是从各系来的 也就是说只要是来的 大部分都不是职讯系的同学 那所以老师一开始在 我们这学程其实已经十年了 那所以我们就在这十年来其实就一直去摸索 一直去发展说怎么样方式 可以让同学比较容易接受这样的科技 那这个我们就秀一个资料 这是在某一次 事实上就是大致上资料是一致的 但是我们就抽某一次 我们在一个城市设计的一个课程里面的分数分布 给各位市长参考 这是分数分布 这看起来是一个非常常态的分布 他就是大概平均落在80到89 然后也有很高的也有很低的 但是值得大家看的是说 我们从这个一般性的资料就可以发现 分数的分布跟他本来科系其实没有关系 大家可以发现高分群 其实都大部分可能有资讯的 但是大部分也有可能是非资讯也蛮多的 那反过头来讲 在低分群里面 资管加资科其实是占了50% 那这个让我们看出来就是说 似乎他本来是什么科系的 那跟他的在城市议员的学习成就好像没有关系 那会差那有关系的会在哪里呢 那就我们的观察 其实最主要还是在他的学习意愿以及动机 动机上面 那为什么 那很多我们发现很多老师在他的课堂教 其实不一定是这样子的曲线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后来发现 正大数学那种学程 如果同学要进来的话 大部分他们自己已经有学习动机了 但是我们如果是在普遍的推广通试课来讲 不一定大家都有这样的学习动机 那另外一方面来讲 当然在正大化同学可能本身 他的学习能力或学习意愿本来就会比较强 所以有可能是这样造成 那我们的观察是觉得说 其实学习动机就主导了很多他学习成就的部分 所以其实蛮值得引导同学来就是加强他们的学习动机 那第二个部分呢 假设大家都有学习动机了 第二个就是看老师的能力 怎么样把一个资讯的东西或程式的东西讲到让非资讯的同学都听得懂 那所以呢我们之前也就做过一个民意调查 就是调查一些非本科系的同学 他们对于学程式 他们觉得哪里难 那这里大家可以大概看一下 那有一些我觉得我第一次看还蛮惊讶 例如说 怎么举一反三 怎么除错 他们很多都会抱怨说 老师没有教我们debug 这边 那这个我就会很惊讶 说debug还要有人教 那另外就是有同学提到用词 用词 那什么时候需要宣告变数不知道 那这有时候我们在教也 其实往往也会忽略去讲为什么要宣告变数 那我们整理一下 大致上有四个 第一个就是我们可能必须要加强告诉同学 要去理解语法哪时候要用 哪时候可以用 然后告诉同学要怎么除错 怎么去看stack trace 然后我们的用词尽可能要去贴近同学的领域的用语会比较好 那学生希望什么呢 学生希望多一点实作练习 那另外就是视觉感 加强视觉感 这个我觉得都是蛮值得我们去参考 那我们大概整理一下 就是同学大部分是希望把语法和语法造成的结果 把它讲清楚 然后提升同学的信心 多一点练习 然后指导除错 所以我是觉得像我自己来讲 之前可能比较忽略低一点 那最后也希望尽可能图像化 所以像我们目前有些图像化语言 其实就是针对这个来设计 那怎么样告诉同学说学这些东西之后 那以后你可以拿程式设计做什么呢 我目前大概可以归纳出四点 那第一点就是 如果它是工程类的 它其实可以把它拿来当做一个simulation的tool 也就是说它不用真的去做 它可以初期先用软体的方式来模拟 来验证自己的想法 那第二个如果是去做心理学 或是去做一些设计类的同学 它其实是可以用这个来帮助它去做一些 本来没有发现到的现象 那这就是我们所谓的data mining 那甚至于呢 我们也可以用来解决社会问题 例如说我们的G0V 或者是我们也可以拿来去判读假新闻 那最后呢 如果是针对文学类的 或是比较传播类的同学 那也可以就是协助 透过程式设计也可以协助 他们去表达自己的创作意念 甚至于去把资讯视觉化 那我这里想举一个例子 就是说像我们在早期 我自己在教程式设计的时候 其实会犯一个错误 就是我们期末专题 就让同学各自发挥 可是后来我会发现 其实去做一些适当的限制 可以引导到他们去 实际上去用在他们觉得 他们的可以发挥的地方 例如说像我之前有开 给传播类的同学 这个程式设计的课程 那他们程式设计的期末专题 我就会建议他们说 我们来规定 我们要来做一个 去看时事以及社会议题的创作 那我们可以采取任何立场 你一定要有立场 才会是一个创作 那当然就是同学要互相包容 包括像政治宗教等等 性别等等 就是大家互相包容 那作品呢 你必须用来诠释 或宣扬你的理念 那当然你要用到 我们的技术等等 那用这样的方式 同学做出来的东西 其实就会还不错 我们这里可以看一些例子 我先把那个荧幕分享出来 没关系 没关系那就 我们简单看一下 这个是之前快要到选举的时候 同学去做了一个作品 因为现在系统限制的关系 可能没有办法分享音乐 不过大家可以 我简单看一下 那时候同学是针对他们身边的实施去做一个发想 这是因为那时候校园内发生 就是会有特定人士 就是去特定的转到某些台 所以这个同学们就去针对这个去做一些创作跟发想 那大家可以发现 这个是四个不同的荧幕 还有一个主荧幕 这其实就是一个典型的分散式系统的应用 这大家可以参考 那另外我们再看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是在探讨目前网路上 很流行的直播的主题 这个叫直播秀 他其实是在探讨说 直播主为了取悦他的听众 然后呢就要无所不用其极 那同学们就做一个直播的系统 让大家可以直接用手机上去点 然后这两个直播主 他们就会开始无所不用其极 然后的比赛 让大家去做一些点赞之类的 那让大家借由这种创作来 让大家就是去体会直播主的一些心理的想法跟辛苦 那我们后面还有一个比较深度的 例如说像 在前年有一个蛮有名的新闻 蛮轰动的新闻 就是所谓的普悠马号 那我们就发现 所以同学就做一个普悠马号的游戏 我们就发现他的过程中 其实他去做了很严谨 而且很深入的一个探索 他每一个时间点 然后发生什么事情 其实他们都有很详细的去让使用者去体验 那最主要是让他体验到这个那个司机的无奈 还有他的一些取舍 那这个就 所以这如果是新闻系或传播的同学 他们其实就可以把东西也是做的蛮有特色 那这是给各位司长做个参考 那我们先回来 我们做个结尾 OK OK 那就感谢各位司长的收听 那如果各位司长会需要相关计划的教材的话 就欢迎到这个网址 我们上面的这个网址来下载 那也欢迎各位司长如果有问题 也跟我们联络 我们的相关联络方式有列在这里 好 那我们这一场就先到这边 那我们接下来可能要休息10分钟 休息到10点40分 再请江约惠老师 我们等一下请江约惠老师先来测试一下 好谢谢 谢谢